12号台裁判员刘雨 运动员潘贯南 藏东旭 13号台裁判员张美玄 运动员徐子纯 冯子涵 14号台裁判员朱红林 运动员王浩然 祝伟斌 15号台裁判员苏孝平 运动员崔旭 秦超 16号台裁判员陈超强 运动员段齐耀 李文豪 17号台裁判员赵文静 运动员隋运来 毛亚洲 TV3号台裁判员龙飞 运动员吴振宇 王信仲 TV2号台裁判员贾淑琪 运动员陈一涵 赵腾 TV1号台裁判员张月秋 记录裁判员孙宇晨 张艺 运动员夏里奥 颜文成 现在比赛开始 夏里奥 夏里奥 您好 颜文成您好 请双方选手 争夺开球选择权 听我口令 3 2 1 开始 夏里奥 获得开球选择权 上一场比赛是 9岁的刘宇乐 那么这一时段 是13岁的夏里奥 对阵颜文成 有时候看这个身高 你是没招 对 真没招 你看这夏里奥的身高 而且呢 这个颜文成 在比赛当中啊 还得让后一 4 009 比赛开始第一局夏里奥开球 夏里奥也是近些年在很小八岁 就参加了咱们的大师傅 跟刘宇乐一样 在当时也是被奉为台球神童 中式的希望之星 这位球员我还是多少点聊 台球时机 那是吉林 铁领战 对 打了咱们比赛 那个战比赛呢 周应波还得了红眼病 在这种演急的状况下 拿了个冠军 辽宁铁领的这个大船 那种类型的这种 继续记载 酒店里边 咱们在这个商场里面的四楼 然后夏里奥那是吉林的松原 对 松原人 爸爸姓夏 妈妈姓李 一个奥利多尊 这名字多洋气 早期啊 他父母还带着他专门去秦宏岛找过我一回 那时候也聊了一些关于学球方面的事儿 后面也是没有走到一起 但是这位年轻的小球员能躺上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我是非常开心 对 非常开心 那时候的夏里奥还用好像是龙骨泥的球 球员成长过程中来来回去代言 会去使用 包括他父母也是做器材的 也是让给他换了很多块 然后他的这个成长环境其实还不错 对 你看早期在这个龙骨泥的时候呢 有刘海涛 后期有张棍鹏 对 都会去给他指点一些 挺好 然后再到这个后面现在用这个皮尔利吗 对吧 对皮尔利公司莱利这边 也是带勇啊 像如云啊 对啊 好多人都可以做指点 包括呃 他跟张棍鹏他们关系相当不错 对 然后跟着大哥哥一块成长 但是我真没有想到 长得身高有多高 我估计现在可能都有一米八了 80往上 这个年龄阶段 对吧 14岁以下 以后再长长到这个8687 那这小伙子挺挺玉里都棒 咱说没准奔一米九十进来 对吧 23还穿一穿的 你这个年纪13岁长到这个高度 以后可能是除了特殊角度 不用加杆 对 俯瞰全台 刚好是那个 我有他和他以前的这个朋友 那个微信嘛 然后从他那个小的时候 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一直 到现在这 我就偶尔都会看到他们发一些 家里的这些状态 他父亲总领的就打篮球去 打篮球 打篮球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本身基因也有 再加上这个做一些挺运动 把这个高度就长上来了 跑跳嘛 对 这在国际上都是公认的 对 大家 包括在北方 我们就是有这种传统的一些概念在里面 这种像你说 拔高嘛 跑跳 能够有助于说 青少年的这个身体发展 拔育 是的 能够让你长得高一点 甚至于说 有点这个 咱别说小迷信或者怎么样 老人小时候睡觉便拳着腿 对吧 睡觉不要拳着腿 伸直 奔着这个床尾的这个蓝尾 去这种够着腿 就是伸直的腿 你能长高个 小时候就跟你这么说 对吧 别拳着腿 别弯着腿 这就是在北方的一些观念里面 很有意思 跳绳能长个 打篮球能长个 确实是 对 跑跳 经常参与跑跳的这个腿 运动 臀 整个的这个肌肉线条 跟腱的这个硬度 强韧程度 对 自然让你的身材挺吧 没错 好 10号 看看这个位置 不动的话 13先推一杆 调一个更舒服的角度 甚至是向右 较右面边裤这颗 您说这个张文棚是吧 看他这样真是 跟张文棚真是很像 耳濡莫然 就是两个小哥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跟张文棚在一起 就是包括发型 可能这个打球的感觉 甚至于说一入位一撸杆 都会有些相似 对 就是这样的 中端登过来 小哥们 张文棚比他大12岁 这个球对 后裔 后裔 忘了忘了 有后裔的 张文棚说实话 这二多岁的这个小伙 有些时候 跟大男孩一样 对 跟大男孩一样 对 有的时候呢 他成功也得益于 他这个大男孩的性格 看是话说回来 任何事都有两面性 你限制他的 也是这大男孩的性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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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局 颜文成开球 中带13 非常贵进球 效果还可以 13刚好是在下边球 撞黑八了 郭贤球刺也没问题 选一选 其实这个球你要打花的 有把握 就直接奔14 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胜部的比赛 谁获胜 谁就晋级到比赛的第一阶段 落败的一方 明天还得再拼搏一场 对 并没有被淘汰 大家记住 身高能够得到俯身打 下一点中低横向右边15 然后下来9中带继续 12会稍微的有些麻烦 如果你能较到这个七八缝隙 当然最好 这个左手球员啊 通常都是以准见长 前面的这个白龙 对吧 足球啊 篮球啊 左脚 左脚都是 你像这种右侧的 偶尔有那么一个还是很冒尖的 萨利文 对吧 比如说英国的金右脚是谁了呢 小贝克汉姆 虽然我不是你们常见的说这个左手那种天赋啊 什么小脑平衡很好 但是我是一个独独的右脚 特别高的 对吧 位置很高的这样的拳 这都是上天打这个最好的天赋 最好的 最好的 延时 咱就说当年评论萨利文这个事 对吧 在这个2000几年左右的时候 或者说2000年左右的时候 萨利文他左手也能打进前16 对 这个你有招吗 没招 马克维莲姆斯是左手对吧 我还投诉他 为什么 他用左手空空打 他有点藐视我 对不对 侮辱我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这个你怎么说呀 气不气 我开球用左手 打球用右手 我一会一杆左手 这个左右护博之技法非常强啊 这厉害这个 你挨哪儿告去 咱说 就是从这个理论上 可能法庭啊或者是体育法庭 不好接受你这个理由 他具备了左手这个能力 对 他并不是说他作弊了或者怎么样 左手麒麟臂 右手普通人 并不是 对吧 所以这个真是个别人 往往这些这些运动员 就是不推荐大家去模仿 因为那个是不是你模仿就能学到的 十秒 严实 一个你要说打球这里边 咱们咱们这个左手能力强的人 也是说也能扇出一批 也能筛筛出很多人 嗯 什么特隆摩普啊 对吧 利索夫斯基 小斯基 对 这个 尼尔罗布逊 你看看 这说这几个人里边 基本都是顶尖级别的 中巴里边也有一些 对不对 像这个王云 王云是吧 可能还有这个类似于像这个何文聪啊 什么王帕啊 嗯 排名也比较靠前 十秒 哎 没碰到 犯规 犯规 自由球 嗯 就是解决这个1456之间的问题啊 比如说我过来看一下65这边底带 或者6号的左边中带 在5跟11这个位置 往左边一打 直接叫一个四五双位 当然这是 从右边往左边这样的一个 进攻的一个方向 以此还有缝隙啊 对 因为这个球你要 你看6够对吧 你把这个6中带一打 把它往上一走 然后两边顺势一下就开了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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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林浩 这个最后确震好点的两下 快速运杆跟张滚鹏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而如目染 而如目染 没错 这长时间打球的 比如老是在一块的朋友 球友 你连说话都跟他一样 都像 走到那个不平 拉杆运杆 对吧 往后这个侧布 怎么像某一个人呢 是不是忽然 小优三一搓 红三一顶 没叫好 没叫好再调 对吧 没事 这两步还是三步都没关系 肯定是最好是笨底带叫 不管你是哪边底带 正常你两铲到三铲 左上角肯定没问题 能力支持 对 脑圈圈 再绕 我感觉多数他要奔十二根黑八这边叫了 然后叫六一个右边底带 在第一端右赛走两铲 往左边中在下方叫 过来了 过来之后是向上还是向下 这很关键 一点点向下 不成的话 左边顶一下吧 对吧 咱用这个 把这一往这带口里边顶一顶 中干的 发力左边顶一下 小钻了一下 带着旋转 小赛 又忘了 后一 后一 不是他这个身高 很难让我觉得他是13 他是一个14岁往下的 确实是 第二局夏立傲胜 比分2比0 谢谢 确实从这个得分能力 持球次序 调整能力来讲 就算是平打 颜文成也是够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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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第三局夏里奥开球 太像了 这跳杆都像 张棍棚 我觉得我得稍微换换换频道 要不就总觉得像张棍棚在打球 因为我是看着这小孩 从八九岁 长得这个样子 然后他包括发生的一些事情 跟谁总跟一块打球 就比较了解 所以真的像你说太像了 擦球粉这个动作 然后擦完之后 录一下仙角的动作 对吧 你看往下趴的 这感觉 不能再说了 越来越像了 真的是特别像 我估计一会儿张棍棚的夫人 都得给我发微信了 你比我还了解我 还了解我账目 后来一发现 比张棍棚打还好 有可能 真有可能 因为自古英雄出少年 老天推 而您说的 他这个成长环境 跟着这些球星在一起练球 绝对不一样 对 鸟随鸾风 飞腾远 人半闲凉 品质高 没错 你天天就挨着这些球员 在一起练球 其实在他身上 比如说咱们再往这个高一点 位置看 赵亮在双折 跟杨帆这些年 绝对 对吧 就是这样起来的 总跟什么这个李赫文 李赫文 对 对吧 杨帆呢 等等这些 这球怎么没绕一下 或者是用反赛去卸一下 这是力量 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个 包括这个全局观呢 这个交位的先后次序啊 干法啊 对吧 全部的去丰富和提高自己 这球应该是青台球 但是没打好 因为这球最后 比如黑八左下角接力都可以 现在 看一下 是不是要帮一下 你看 往中间一放 给你留一个五和黄约好了 下面七不给你打 自己自己去叫自己过渡 好球 长开突破 白球 有点多 有点多 这个是一个向上角度了 对 还需要用这个中高杆灯顶后再下来啊 这球 打次左边中带 看位置 这球真悬啊 差一点点滑在角 嗯 这个白球位置不能算好 因为它是一个向下角度 对 推完之后呢 这个六 甚至于说 看看能不能直接一步先叫最下方 地库这颗 对 专一个缝隙过来 小了 这种球肯定是宁大物小 就是能两库肯定也不能笨着 是 一库这种抓力道 那么 防守吧 我们这种球啊 其实在 没有说 打到现在这么高级别的时候 这种球通常就是 比如说 打气包边 弹起右边 往右边一绑 而不 起放球挡左边这个 白球沉底 另外一种就是 下低杆直接往十一里去放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防守的两个位置 要拼了 要直接抵带 对 在灯边扣下来 这球要稍稍挂一点点中低杆 必须要用什么旋转 你看这个白球沉 也是奔着这个方向来的 我还能叫自己的球 你很稳 并没有着急去盲工啊 而且他这个后衣优势 是真的是不小 我就算打着一颗 相对难受的一个变苦 我到这后边我可以剪掉 我这规则可以利用起来 好嘞 看看这9号的想法 你是定杆一诺 常见的定杆一诺 还是怎样 我放这 放这 你那漆怎么着都能有擦 对吧 它不是一个安全位置 你还是想打这个球 这就属于防守不严谨了 这球6有翻中带 6有翻中带 下低杆之间还奔 右边叫 7打左边底带 还是打9停12呢 是是 是相对更合理的 这个就不严谨了 倒也对啊 我这个画风是这个 风格是跟百步穿扬差不多了 所以我也别这个太打 太多的粘连靠 对 10秒 低杆翻中 你瞧瞧 是不是给你突破了 或者我再准一下 总得为自己不严谨 要付出一些代价 要买单 对吧 人怎么去长记性 或者说这个有教训 是吧 有经验 跌倒过 吃过亏 人教人教不会 事教人一教就成 第三局 言文成胜 比分一比二 谢谢 吉尔利为忠视台球而生 吉尔利为忠视台球而生 有心 得 第四局 延文成开球 我觉得这杠的话 这个最后的准度啊 包括这个扳东带啊 这应该是他这个 比较接近于这个真实水平的一个能力 对吧 这应该像前面那种 就是偶尔有一个半台就打不进去了 延文成还是有一定能力 对 能在胜步的话 这肯定应该还是可以的 看薄球 哇 这个9号球 没打进 上一盘一个翻带较位 是 打出信心来了 是 这个说实话 这球绝对不能说有多难 15 一个横向的往左的一个低竿啊 然后9号这边看看情况 如果红3右边14好打 那我这个9就不动了 对吧 牵制你的4号球 我一个后一嘛 哎 后一姐 10秒 他说打手 哇 真是 这个前面 为什么我姐说的时候 我总是把后一忘了 我不觉得他不是成人 像你这大手大个 是吧 这开球这个力量 这样学医院老师 这以前 这这么大的时候 钢琴 绝对 这 语练 体育老师也把他抓走了 我们篮球排球队的 对吧 苗子 是不是 从小在学校里面 叫啥 校队 是吧 而像我说 这个他父亲 总带他去家附近篮球场 俩人去打篮球 挺好 我觉得真挺好 又锻炼身体 强身健体 对吧 还能在这种对抗当中 培养自己男子汉的这种性格 是吧 对吧 挺好 有段时间他有点胖 但是忽然之间 就这个 就是今年 或者说 从去年开始 一下子就 就就就 长个了 一下就上来了 拉长了 对 高完了 再加上一下子 我们到这个 身体发育这个阶段了 四 好 词 火 小鼹 我 起来 好 好 加油 好 肯 重 说 targeted 肯 讲 好 打气包边右边 轻轻 再顶一下这个1 能放里边最好 没成功 没成功的话 这给他10 起码就是活 对吧 两个就是都稍微活一点 我也形成一点点 小小压力给你 对吧 虽然我有4 稍微难大点 但是我可以交位 可以K 这球 可以 可以呗 打进K进 对吧 这就一个 比较高级的打法 就打篮球 隔着人包扣 对 内线还俩方式队员 我骑人脑门子扣 10秒 又是一根 连番再防 延门城也不能去忙工 我觉得还是要去尽量的再防一点 比如说我这个 先看看右边这个 能否去打完这个 右边这颗之后 把白球贴到这个九身上 这是一种大打法 另外一个就是我冻伤亡的黄仪 把黄仪往下翻一翻 然后6档11 黑八档14 10秒 他可能想的是5305 还就再上去 这个倒也没关系 我其实第一个想法 就是跟您的一样 我是要我打 我就打四 我拿九去挡你的 拿你的球挡你的球 起码在后面我省事 十四 就要直行了 左边底带 然后黑八 左边中带 对吧 这个位置还是非常OK的 对 就是他这球打九都行 打九 左边底带往前一推 十四 右边中带 其实意义差不多 嗯 十一会好打点 在OLANRA 词 批诞 亦 词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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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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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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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四局夏里奥胜 比分3比1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局 夏里奥开闪 这一撩杆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颜文成还是要尽可能减少自己无谓的失误 对 这个准动啊 包括白球的造位率 又来了 主动失误啊 这是 就现在打到这儿你不知道颜文成什么球能成功 什么球会失误 你觉得他会失误的时候他进 你觉得他这球不是特别难的时候 他啪 给你掉了 这个掉的真是有点可惜 很伤士气的 对于比赛情绪的影响很大 本身我们前面阶段是抢七 你不知不觉当中将这个比分就拉开了 你后面想追 你的状态起来了 你没有时间去追了 10秒 11行不行 要还能打的话打11 如果不行的话打14 又变中 延时 考验准度的一个 因为这一个小反角啊 这个三号球应该 没有准备这个牵制 我们这个视觉上会有些 在爱 有点爱眼 对 他不挡 但他放那让你很难受 其实你敲一下六都不怕 好 基本上算是过关了 再来 看9号方向 这个可以用低杆的话 直接往下拉一点点 把14这边再叫到 上方直接就四颗了 就这里面黑帮还真是会有一些小麻烦 这个如果把15拿掉 右边底带够下 所以就是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你夏里昂在考虑的时候 你这15要不要留 因为你有一个后一 对吧 右边够下就不用留了 这左右两边 左边没有 右边如果要够的话 这就没必要留了 从上往下自然打就好 如果说这两个带口被牵制了 那15最后挑一盖8号球的这个上方带口 那算是比较合适的了 因为你中带有两颗 就5号球左右两边这个 有两颗就可以过渡 其中一颗拿好过渡就行 10秒 高杆啊 看白球的位置怎么样 还行 这打1310号可以打反向右上 打13对直接递杆过来叫15 这都是在自己的这个教会范围里面的 打这个中带的时候感觉有个二次发力啊 打这个中带的时候感觉有个二次发力啊 就运的时候就出杆的时候有个小亭要再再去打 第五局夏里奥生比分4比1 谢谢 谢谢 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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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算是任何? 对 就是 了 ו 张冰 张冰 第六局 颜文成开球 这单色真不错 白球停这个位置 也是特别好进攻的一个位置 挖球呢也挺好 左上方十二不用打 选一选吧 选一选吧 好 雪花球 九号 推下来 十三上去 十五这也甭黑了 就交位正常躺 十五离边库并不是太 并不是很近 到这儿有讲究了 你是从边库这边往上勾一勾 能勾到最好 勾不着也能接受 到最后单叫就完了 一百分就是从边库这边勾出来 反向十一这边接 你把这个地方勾对也 那是什么 都不着急 有点 这边有点 这边有点 也有点 你能接受到 那边就有点 有点 不着急 看这个干法先上去了 横台吗 横台安全一点 你要从这四号就下方上去 路途远 吃酷点的找不好 就跑过了这球 好嘞 准度一杆 这几杆球处理起来相对策操了一点 对 咱那个实话实讲 没有用这个左上就要右边这个点 打稍稍有点麻烦 还是在这个从下去勾K 这个15号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正常往右上 往球在中间顶 他是往上扫了一下 这个球对他来说 其实打左下角没问题 对 人家有点 您讲话了 他这个要强吗 有点对 有点要强 是 第六局 夏里奥省 比分5比1 谢谢 好 谢谢 说话了 好 Skit 原子英国手工制干工艺 碳纤维仙角 11.5毫米特制干头 独特的球杆追度设计 比九球杆更具准度 比斯诺克杆更易丰力 他帮我夺得三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 博士杆更是和中式台超 第七局夏利奥开球 四号大进 比赛时间已过半 好了 三我不管了 直接上方 就有七一六 我把七交到就全部完事 嗯 看这个方向 这个直级高杆呢 就是十四跟十一缝隙了 往上顶呢 这个球就需要发力的这个中高杆 这个七二球如果左边中高杆 我也想说这个 你过来看一下啊 对 你干嘛那么麻烦呢 是吧 因为我要强 说的真没错啊 有时候呢 咱们这时候聊聊点别的 嗯 什么仙侠呀武侠等等 说这个某个这个曾经的这个什么武神大帝 有一个执念 有一个执念 千古这个亡魂不灭 附身在这身上 就这个执念 嗯 这个执念让他坚续了这么长时间 对 坚持下来 一个目标 一个动力 或者一个这个信仰 对 但这球你说把黑八往下 K K K到这干嘛呀 当然我们都是以这个上帝视角和一些 类似于教练的这种感觉去去找这些问题 对吧 咱之前也说了嘛 就是你会为年轻 对吧 年轻呢 就是勇敢 果敢 那么年轻也是在你年轻的时候要付出一些代价 要承受一些代价 对 那黑八看看左边还是右中 对吧 你这个球滴杆低一点 优赛多一点就右中 没有右赛的中滴杆两扣就是左下角 右中 整体处理上 夏里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想法 简化局面 是吧 谢谢 我上来之后先处理一些球 只不过在精细程度上 稍稍的那么粗了一点 谢谢 第八局 延门城开球 过线不够我这球 开球试机 很明显啊 开球试机 选球上稍微不太明朗 重新开球 自己开 对你自己开吧 确实转了一圈 没有向我招手的 比较高 第八局 夏利奥开车 这根力量还是比较大 过线是绝对没问题 但是因为力量过大 挤压过大了 所以说正常的走向会有些变化 好 二号看看角度 直的话低根边够再上去 好 再来一个六号 下是低根 左上一挡 七号球这边看你干法 对吧 你还是低根的话 同代是吧 这角度不用特别低 再来 上手选择二号球小面就已经去打了 对 犹豫了 打五 打五变成一个四和一的左上了 这留着七也行 你看看 其实他我始终觉得 延本车应该可能会再好一点 更好一点 对 没打出来 跟上一场的这个郭吉刚一样 对 没打出来 因为这个TV台压力 大家都想在这个主TV台 因为我们都是有录像的 保存下来 会上传到优酷等等 就是其他一些类似于平台上面 包括选手 这我也后来才知道 你可以跟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说 我们的优盘能考 对 都有这种定制的服务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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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很努力的想用这个反赛去修正这个角度了 对 挑肝 好了 很 striking 干白就位 往哪边做防守 左塞用的啊 还不错 十一有吗 有的话可以打 在这里面就需要你去 完成其他球的倾台了 还是有难度的 本管是9号12号还是这个14 好 太稳了啊 传了一杆 传了一杆 我觉得那延文城拼一杆的 比如翻底还是翻中 需要两库吗 这个位置 你翻到12上边 这个两库就大了 12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位置 你可以翻一库直接下这个右赛低杆打 让它翻薄点 不然你就直接奔左下角翻 4 你可以顶久顶修对吧 都可以 哎 来了啊 但这个这运气差了一些 没有奖励啊 对 没有给勇敢者奖励 一直是比分这个被压制的感觉啊 已经做的是能做到的最好了 已经做的是能做到的最好了 解球 同样解右边中带 我解禁啊 这球 续妙 雷耶斯附体 差点复上 差一点点 14 要不要这个低杆去解一下这个9号球 或者登底库这样的往上去兜一下 然后12这边或者10号这边我就可以再做多余的这些 对吧 想法 选择会多一些 只要在后面打起来 对 我选择的面更宽 哎 压力更小 本身我让一后一啊 是吧 这个需要高杆两裤啊 发力 这个需要高杆两裤啊 发力 要一杆准度 比如正常我们打进9中13呢 叫成向左上的这样的一个进攻 然后再往左边去蹬推出来 叫一个10号向下 是不是有点不满意啊 可以再调 看这个样子有可能叫编故这个了 这个 这个 我打12 10号球挡你 对吧 我低杆打进 是 我打不进的话10号挡你 没到位 不是一个直线低杆往回拉的球 对吧 直线低杆往回拉的话 不禁用10号球再挡你了 这个正常就是低杆横台了 本场比赛结束 夏立傲胜 跟着百步穿扬一块练 谢谢 我可能百步不了 我90步 80步已经是600多步 一点问题没有 一点问题没有 恭喜夏立傲 晋级 那么颜文成在拜步还有机会 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是晚间的9点整 我们9点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